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承认 华为手机在海外市场的销售 一个多月来暴跌了40% 尽管华为获得美国给予的90天的缓冲 但黑名单可以限制华为公司手机 使用谷歌公司广受欢迎的网络应用软件 包括Gmail、YouTube、Instagram等 而海外 尤其是欧洲的消费者 非常看重这些应用软件 报道表示 华为手机的全球销售额去年上升了30% 仅在西欧市场便销售了2630万只智能手机 比上一年暴增了60% 大有将超过全球销量最大的手机 韩国三星的趋势 但是 这一增长趋势受到美国黑名单的重挫 不过 路透社报道 华为西欧消费者业务总裁 吉仁贵21日在瑞士苏黎世表示 华为致力于继续使用安卓操作系统 但也准备自己的备份系统方案 华为手机过去几天在西欧国家的销量处于增长态势 这显示消费者对华为应对危机的信心 中共民政部官网21日发文对清理洋地民运动紧急灭火 在此之前 当局要求各地诸如东方巴黎 罗马小镇等住宅小区更民 理由是重洋媚外 不够文化自信 这项更民运动引起了社会的广泛争议 指当局不干正事 禁搞表面工程 有网友调侃 阿里巴巴也改个名吧 这不是崇拜阿拉伯文化吗 针对中共的老祖宗马克思 也有网友评论 要改掉洋民 就先改改马克思 因为这也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是不是也属于重洋媚外 6月11日 针对多地整改洋地民引发争议 中共民政部官网发文紧急灭火 称在清理整治不规范的地民时 个别地方对政策把握不准 组织实施不够稳妥 要求各地规范工作程序 防止随意扩大清理整治范围 中共喉舍人民日报旗下 霞克岛则表示 政府不解决民生问题 大张旗鼓改名字 有正事不干 净搞表面工程之嫌 中国的房地产和酒店项目 经常以外国城市或地民命名 2017年 一项针对137个中国城市物业项目的调查发现 巴黎 威尼斯 凡尔赛 加州 罗马 湘谢利社和维多利亚 是最常用的名字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朝鲜期间 金正恩邀请访问劳动党总部 并与朝鲜核心领导层合影中 却不见金语正身影 韩联社21日报道 这是金正恩首次携领导班子核心成员 在总部大楼与访朝的外国领导人合影 此次的合影中 金正恩包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金语正没有现身 这引发了各方对其政坛地位的猜测 从公开的照片来看 金正恩夫妇和习近平夫妇端坐前排 朝鲜政治局成员33人在其后战成两排 而在此前的4月13日 金语正也没有出现在金正恩与33名新任政治局委员的合影中 坊间谨慎猜测 他没有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 另外 当地时间6月20日金语正在机场迎接习近平当时 站在最前排又属第7个位置 而此前由他负责的礼宾工作 这次似乎也改由劳动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玄松岳负责 据此推测 金语正可能已由宣传部第一副部长转任他职 河内川清会以来 朝鲜媒体报道金语正消息时 没有提到他的职嫌 只称其为同志 中国以外唯一的稀土生产商澳大利亚稀土企业莱纳斯表示 该公司在为其战略客户储备一种重要的稀土元素产品 路透社21日报道 澳大利亚稀土企业莱纳斯表示 该公司决定为战略客户储备普努 以帮助其巩固作为中国之外客户优先选择的供应商的地位 报道指出 最近几周稀土价格出现跳涨 该公司在声明中称 我们计划在2020年需求进一步增加之前 缓慢增加库存 而莱纳斯是中国以外唯一的稀土生产商 此前 该公司在澳大利亚干旱的西部地区采矿 再将矿石运往马来西亚加工 5月20日 莱纳斯公司与美国德州蓝线集团签署加工生产稀土的备忘录 将在美国建立稀土分离场 试图填补美国供应链的关键空白 两家公司的管理层发表联合声明称 合资公司将提供一个位于美国的供应员 以确保美国企业拥有持续获得稀土产品的渠道 《华尔街日报》21日引述美方资深官员说法报道 指美国副总统彭斯年后约定下周发表的中国政策演说 以避免在G20川习会前增添紧张 官员表示 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本周进行了具有成效的对话 考量美中贸易磋商有机会回到正轨 因此决定延后彭斯的演说 报道指出 彭斯的演说只是延后不是取消 因川普政府国安团队处理对中政策的官员 认为他们需要让外界理解中国大陆造成的挑战 彭博日前报道指出 彭斯原理在6月4日发表演说批评中国人权问题 但在川普介入后喊咖 原定预定研制24日就在G20峰会前几天 格力公开举报 奥克斯的戏码正在中国乳制品行业上演 主角分别为奶叶巨头伊利和猛牛 伊利的举报信除指责猛牛外 甚至还披露了涉嫌诸多高层的内幕 北京时间6月20日伊利集团官威以奥运史上最大丑闻将上演为题 公开举报同行国企中良旗下猛牛公司 未能在北京冬奥会竞标成功的猛牛 借中良与可口可乐合作 借美企赞助费买单 成为国际奥委会饮料类别的全球联合合作伙伴 举报信披露猛牛的举动直至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向中国国家领导人寄来韩见后才令官方知晓此事 目前担任第24届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是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家副总理韩正 观察人席分析指 无论是家电行业的格力举报奥克斯 还是伊利举报猛牛 放在经济增速放缓市场增量后劲不足的大背景下 同行针对市场存量的竞争异常的激烈 企业相互举报在所难免 台湾总统参选人台湾首富郭台铭21日表示 他已经决定淡出鸿海公司运营 将交给经营委员会九人小组负责 他将转换跑道用四年的时间 给台湾一个生机 给下一代永恒的幸福 星期五在鸿海股东大会上 郭台铭最后一次以董事长的身份出席 并表示相信九人小组会做的比自己更好 随后郭台铭说 应有另要的要务要请假 在他指定他人主持会议后 即提早离场 不过郭台铭仍保留鸿海董事的职务 郭台铭在股东大会上发放的一份书面声明中说 我人生40年像一头牛拼命给鸿海 如今我放下鸿海舍不得 但我不后悔 因为我要为台湾追求一个更大的理想 尽管这是一次鸿海的股东大会 但今年68岁的郭台铭在声明中 向全台湾人民承诺 给我四年许台湾一个生机 给我四年许下一代永恒的幸福 他说他转换的跑道将是台湾起飞的新航道 不过郭台铭要获得国民党的初选胜利 首先要过高雄市长韩国瑜这一关 预计国民党的初选民调结果将在7月中旬宣布 日前 俄罗斯举行一年一度的与普京直接连线节目 主持人提问道 是否有对自己感到羞愧的时刻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哽咽了 普京回忆起他的一次深秋出行中 有一位老妇人对他说了什么 然后突然下跪并递上了一张纸条 由于当时天色已晚 普京接过纸条并答应对方一定会看 但助理把纸条弄丢了 普京含泪称 永远忘不了这件事 我为那一天感到羞愧 普京说 从那以后凡事递到他手上的东西 他都会亲自保存并尽量处理 川普总统本周发推特称 下周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将开始遣返 数百万非法进入美国的外国人 不少华人无证移民因而感到担忧 律师提醒 若面对移民局检查 有权保持沉默 切勿说谎 有律师表示 无证移民不是罪犯 既包括以非法渠道进入美国的偷渡客 也包括以合法渠道进入 超过可停留时间后 没有返回原居住国的人 即使无证移民也享有宪法赋予的一些权利 况且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并不是说被发现是无证移民 就会被马上遣送回国 民众有权利寻求律师为自己辩护 律师同时支招 当移民局询问移民身份时 民众有权保持沉默 有权请律师 在为与律师谈话前 不要签署任何的文件 写下能记住的一切事情 但有一条 千万不要说谎 称自己是美国公民 或是提供虚假文件给移民局 以上是今天的万维微播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